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吗 有吗 没有啊 有没有 还有人到现在还不肯开口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怎么样 就是神的恩典啦 真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留心思想 如果我们注意观看 我们就能发现并经历到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请注意神的恩典 不一定总是以顺境的方式来呈现 顺境 比如说我们赚多点钱 或者我们的位置调升了 或者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学校 或者我们进入一个很好的工作的场域 或者我们顺利结婚了 或者我们生下孩子了 或者我们病得医治了等等 那这一些当然是顺境 是我们喜乐的 也绝大部分是神的祝福 但更多的时候 如果你有经验 如果你认识这位神 如果你小心的看 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 神的恩典 确实在不顺利的环境里面 我们仰望主 以后我们思想 或者我们祷告 或者我们体会 或者我们努力之后 我们就发现 那是神的恩典 那是神的恩典 以前有一个比喻 大概很久没有讲了 我们的人生 其实是像 那个刺绣的背面 我们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 我们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这么乱 我们就不知道 这里为什么需要打一个结 我们也不知道 颜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可是有一天 当我们看到 刺绣的正面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原来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既然天气有春夏秋冬 这样的气候 我们人生 怎么没有起 起成转合呢 我们的生命 怎么没有起起伏伏呢 我们有的时候上 有的时候下 很正常的现象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 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继续仰望主 经历神 今年只剩下两周 今年只剩下两周 我们想不想再一次 经历神的大能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就剩下两周 我还可以做一个祷告 说我要经历 上帝的恩典 那或许你会说 只剩下两个礼拜了 我能有什么歧视呢 能有什么福气呢 请问什么是最大的福气 我问你 什么是最大的福气 如果让你 再想一想 你觉得 你 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如果 让你想一想 什么是最大的神迹 什么最大的神迹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想 你知道很多人想事情 总往负面想 他很少想正面的 所以他人生都是灰暗的 他的人生都是痛苦的 他总是能看到黑暗的部分 他总是能看到失败的部分 我不是说这个不要看到 我们当然要看到那个部分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圣经上说 盗贼来 无非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是忍此来 是要叫人得 并且得的 我们很多时候 不去看生命的部分 我们很多时候 不去看更丰盛生命的部分 我们就是看那个偷窃的 杀害的 毁坏的 失去的 失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最大的福气 什么是最大的神迹 最大的福气 莫过于我们个人得到救恩 你现在得到救恩了吗 你还在救恩的里面吗 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 最大的神迹 不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 多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吗 因为这个缘故 最后的两周 当然还是可以有 很大的福气产生 当然还是可以有 很大的神迹发生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那我先问你啊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在最后的两周 你还多一个家人 或一个朋友 可以相信耶稣 有没有可能 照着你所祈求的 给你成就吧 你说没有 那那就没有吧 其实你怎么知道 没有机会呢 因为这个缘故 我真的很稀奇 当我看到这一周 是我讲到 前几周 我开始预备的时候 就来到了 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整章是在讲非力 怎么样传福音的 我就在想 这不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吗 让我们在最后两周 我们还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还有一次 向人讲 耶稣是神的儿子 再有一次跟别人说 你这样子的生命 可以得到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要 从传福音的非力 来看如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如果成为传福音的人 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弟兄姐妹 是刚刚信主的 心中非常的欢喜 很想把福音分享给朋友跟家人 可是等到你去传扬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不知道从何讲起 有的时候别人一问 我们就三不知 本来讲得好好的 后来别人一问 我们就答不出来了 连自己当时是怎么信耶稣的 都不太记得了 我们当中我这样看下去 也有很多是信主很多年的 很多年的 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 信主很多年的这种人 可能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更是挫折 因为以前不是没有传过 可是传的结果 那效果不好 好不容易有一个朋友信主了 可是你就是归纳不出来 到底他到底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就好像找不到一个传福音的模式 你知道传福音的模式 你知道传福音的模式很重要 传福音的方法很重要 那传福音的方法 不能改变福音的本质 可是传福音的方法 却可以让我们找着说 原来这样传比较容易 当然我们是祷告 我们也相信是神所拣选的人 他会相信耶稣 可是我怎么做呢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 讲连续几堂的福音信的聚会 第一堂有一个老先生坐在很后面 第二堂中间休息之间 我就看他拿着他的简单的 那个手上的一个包 就往前面坐 那第二堂又break的时候 他又一下课 我说好了我们聚会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二十分钟我们继续再聚会 他又往前面坐 多少对前面来 那么第三堂结束了 我就想说 这个老先生这么的努力 这么的努力 这么认真 年纪蛮大的了 那么也真的是看起来就 听是很专心 可是有的时候他又若有所思的 那结完聚会 结束完聚会我就跑去找他 我就跟他说 大家都去吃茶点了 你怎么不去吃呢 他说我再做一做想想 我就说磨磨啵啵 我说你听得怎么样 他说蛮好的 我说不知道你信了耶稣没有 他说我信了 我信了 我说很好啊 我说你信多久了 他说我刚刚信的 我说什么叫刚刚信的 他说就刚才 刚才你讲到的时候我就信了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是听到了哪一句话 说要信的呢 我为什么这样问啊 我为什么这样问啊 这种话怎么样 就多讲几次嘛 对不对 因为讲这句话 他会信 那就有可能讲这句话 别人也可能信嘛 对不对 至少我讲了那么多话 他那句话信可能比较有说服力嘛 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说 那么我讲哪一句话你信的呢 因为我看他年纪大 所以可能不是脑筋很灵光 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嘛对不对 年纪大就慢慢退化了对不对 他就说 他说李长老 你讲一句话我就信了 你的那句话就是说 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所以我就信了 我说啊 我说为什么呢 我就心想说 怎么会这句话呢 上帝不能被证明 为什么信呢 他说因为你说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所以我就信了 后来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呢 现在换我问他了 他说因为这么多年来 别人跟我传福音 所有的牧师都告诉我说 要证明上帝给我看 也从来没有人证明过 他说我等了这么多年 所有的牧师都告诉我说 上帝是很清楚的 上帝是可以被证明的 我证明给你看 他说从来就没有人证明给我看过 所以我就一直都不信 可是你刚才说 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所以我就信了 因为上帝既然不能被证明 我只能怎么样 相信嘛 我就在想说 哇 这个人 那因为这是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也不清楚这种概念 我就说 我说这句话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就这样讲 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他说因为 他说因为我是学这个物理的 他说我是学物理的 他说我们一直在 他说我一直在等 我一直在等 有人证明给我看 我就要信 他说可是到后来 你说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上帝只能用相信的 我突然觉得太有道理了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说我叫某某某 我就跟他说 他就看着我说 我叫某某某 我就说 他就跟我说 你不认得我 我吓一跳 我说对不起我不认得你 他说我叫某某某 我说 他说我是北京清华大学退休的教授 他说两岸三地 所有读量子力学的人都要读我写的书 我才知道他是大人物 我说 我说对不起我是读社会科学的 我不是读自然科学的 我老实告诉你 我第一次听到他讲量子力学四个字 后面两个字我会写前面量子我还不知道怎么写呢 我不知道什么叫量子力学我不懂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在我们所学的学问里面 他说被人证明的总是小的 他说最大的能够证明别人的那一个是不能被证明的 他说而且我们只能接受他 我们只能接受这一个或者称为假设 或者称为前提或者称为公理的东西 他说当你告诉我说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他说我突然恍然过来了 既然不能被证明知道怎么办 相信他 他说相信他 你知道以后我又连续两年去那个国家 去墨尔本 我碰到他 他告诉我说 李长老我告诉你我信得很好 我现在知道他是真神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又不能被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从此以后我常常在布道会里面 我就要讲这个事情 说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人真的因为这句话 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信耶稣 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信 不会因为你程度不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不同程度的人用不一样的话 但是知道方法非常重要 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杀种 浇灌 不用问结果 因为叫他生长的乃是什么 乃是神 乃是神 所以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做我们该做的 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 菲利是怎么样传福音的呢 他在传福音中 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那我们要看的榜样是 菲利比书第 对不起 使徒行传第八章 所记载传福音的菲利 如果我们看他一生的 简单的记录 我们就会很羡慕他 因为他只不过是 谁走谁传 很多人信了耶稣 不仅他们信了耶稣 菲利的女儿 也成为一个专心服侍神的人 那是不是菲利有传福音的恩赐呢 很可能 我想一定是 但是从圣经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蛛丝马迹 让我们可以学习呢 到底菲利这个人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呢 今天我们分享四个 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具备服饰的意愿 请你写下来 在周报的第二页有经文在 使徒行传第六章五到六节 这里讲到传扬福音的秘诀的第一个 就是传福音的人具备服饰的意愿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五到六节 那么我们一起来念 所有人都一起来念 预备 请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这是圣经中记载菲利的第一段经文 菲利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具备服饰意愿的人 他是具备服饰意愿的人 如果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或者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愿意服饰人 你要愿意服饰人 他是在初代教会被建立的时候 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当中 第一批出来服饰的人 他是被选出来服饰的人 那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他有个服饰的意愿嘛 事后证明 他的确有服饰的意愿 服饰什么呢 他是出来说是做管理饭食的 做管理饭食的 什么叫做管理饭食 管理饭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就是做行政工作的 就是做行政工作的 很多人会说 叫我做很多事都可以 不要叫我传福音 叫我插花 我愿意 叫我做录影的 我愿意 叫我放投影字幕 我愿意 叫我在后面管理冷气 我可以 叫我为教会整理清洁 我可以 但是我不会传福音 不要叫我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有的人说我不会 但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五节六节 我们发现这位传福音的非力 他是从管理饭食开始的 他是愿意服侍别人开始的 这位传福音的非力是一位 看见别人需要 就愿意奉献自己时间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有一件事情我让你知道 或许你早就具备了这个条件 我问你 如果看到有一个人 他有需要 你愿不愿意奉献你的时间 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状况 就是有一件事情没人做 你愿意做那件事情 其实一个传福音的人 有一个很基础的 很原则的就是 看见别人的需要 就愿意奉献自己时间 他有一个愿意奉献他的时间 非力这个人 他做什么事呢 从他最拿手的事情开始 他最拿手的就是管行政 由此可见 如果我们想要从非力身上学到 如果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 就是他有一个愿意为别人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自己在哪一方面服事人呢 在自己的专场上面 服事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重点 不是我们多会传福音 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关心人 我们愿意服事人 我们愿意服事人吗 我们愿意服事人吗 服事谁呢 其实开始就是服事 我们最亲近的人嘛 服事我们最亲近的人 最比较容易的 有人会说我愿意 可是我刚刚才信主 我有可能吗 我有可能服事人吗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如果刚刚才信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对圣经了解 如果你对这段圣经了解 我上次有说过 这个传福音的菲利这个人 他是刚刚信耶稣的 他刚刚信耶稣的 他比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 对于这个信仰还更不清楚 他们是在外地的 他们可能家传有一些 犹太教的概念 可是他们是当时 从外地因着耶路撒冷教会 成立的时候 他们从外地回来的 他才刚刚信主 没有很长的时间 可是他有一个 愿意服事别人的心 他就最后变成一个 传福音的菲利 其实具备服事的意愿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没有人天生就会 我最近又碰到一些同工 他们就跟我说 说李长老 你教我们讲道 他说你这么会讲 那他二十几岁吗 我说你说我这么会讲 是因为我现在五十几岁 他说你教我们讲 他说我们都不会讲 后来我就慢慢鼓励他们 他们就说 他说我们不敢讲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就是不可能 讲得很自然 我说那你猜我第一次讲 是怎么样情况 你猜我第一次讲 是怎么样情况 我告诉各位 我第一次主日崇拜讲道 就在这里讲的 那时候站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讲台还不是这个样子 三十年前我在这边讲道 那个讲座不是这一个 我那一次第一次要讲道 我很早教会就通知我 你要讲道 排早上八点的那一堂 我很早几个月前 就来量讲座的高度 就量讲座的高度 然后我就开始预备讲章 我写了一遍又一遍 改了一遍又一遍 全部弄好了之后 给别人看 看完之后像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又给别人看 他说可以又可以 我给很多人看 看我又再改再改再改 改了以后呢 那个时候我刚结婚 我在我家里面呢 桌子呢 我就把它垫 垫到一样高 后来怎么垫都不一样高 我就去把那个棉被拿来放在桌上 就把它垫到一样高 然后把那个奖章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叫我太太坐在下面听我讲 听一次我带来都快睡着了 再听一次 他就说好了啦好了啦 我说你要多听几次 告诉我我的缺点 听了三次 听了三次以后我就来了 我就想说没有问题 高度也是了对不对 讲也讲了 练也练了 我到这边来 我记得那一天 我紧紧的抓着讲座 抓着讲座 那个桌子还会动 我现在讲 桌子可能也会动 但是不是我发抖 三十年 第一次讲福音 我们不是很会嘛 可是你怕什么呢 时间总叫我们成长 时间总叫我们成熟 其实服侍的意愿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且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边让我们看到 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请问在第五节第六节当中 请问他们是一个人服侍 还是许多人服侍 许多人服侍 是一个人服侍还是七个人服侍 许多人服侍就是七个人 对不对这里提到 这里有七个人服侍 他们是七个一起服侍 他们不是非力一个人单打独斗 所以服侍不必然是一个人出来 更多说是我们一起起来服侍人 主耶稣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 来见耶稣 对不对 那耶稣那句话说什么呢 说耶稣见谁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 不是见他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一个人传 你要有一个人的信心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群人传 请问谁的信心 大家的信心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示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换句话说 那个他们不一定是摊子 对吗 摊子可能自己没信心 可是四个人说我们有信心 也可能摊子有信心 另外台德来有两个人说 我们没有信心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发现 一对一的传福音 不是很容易 但是在小组传福音 就容易多了 多对一的传福音 或者多对多的传福音 就容易得多 我们要学习一起服饰 一起传福音 所以我知道 圣诞节这附近 好多的小组 在举办福音茶会 也有各式各样的 吃饭的聚会 那都把人带来 那我们教会在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二 都有特别的聚会 你一个人 你不知道怎么传 把他们怎么样 带来嘛 就是请他们吃 一顿饭 就把他们带来 那你们有仪也增加了 也把福音的机会 给他了 所以你带他来参加 这一个聚会 你愿意在最后两周 看见你的家人或朋友 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吗 如果你愿意 礼拜六就是一个机会 要来的礼拜六 要来礼拜天就是一个机会 礼拜天只有两堂聚会 所以你要九点来 不是七点半来 不过你们看起来是第二堂的人 所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请你们带人来参加 除了具备服事的意愿之外 到底菲利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传福音呢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抓住传扬的时机 第一个是具备服事的意愿 第二个是抓住传扬的时机 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保罗说得时不得时 所以什么时机是好时机呢 每一个时机都是好时机 每一个时机都是好时机 我们来看菲利那时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菲利的这一段 在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六节 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八章一到六节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肩里 菲利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菲利在这个环境 菲利所在的这个环境 并不是一个顺利的环境 这个时机也可能不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显示 基督徒在当时都有可能被下在肩里 可是第四节怎么说呢 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逃命 是吗 还有人点头 你是在睡觉吗 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什么 去传道 很奇怪 应该是一到三节的下面那一句应该是 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逃命 可是他们就传道 他说菲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信徒仍然继续传福音 并不怕外在的环境不佳 时机不对 而菲利往外走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 为什么说一方面我们说要抓住时机 又说不一定要好时机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对于传福音来说 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看环境 我不是说环境完全不用管 可是你知道啊 人环境顺利 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恩典 只是他不知道是神的恩典 人遭遇不佳 更需要福音来拯救 所以对他而言他不知道 我们确实知道 我们确实知道 只是怎么样让他知道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 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 也是给不同情况的每一个人 因为福音的对象是每一个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吗 神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那这句话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 神爱好人 不是 神爱男人 也不对 是神爱世人 所以神爱每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神学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我们都承认 我们在还没有传以前 真的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信耶稣 我们也不知道这次传他不信 将来还会不会有机会 请问刚才在第三节的时候 只到讲到有一个人 那个人是一个当时来看 是基督信仰的仇人 对不对 第三节有一个人是谁啊 扫路在干什么 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间里 后来他悔改了 对不对 请问他悔改了 说使徒接纳不接纳他 不接纳 当然不接纳嘛 谁知道这个人在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是他后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总有一个假设 我们总有一个假想说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就抓了机会 在合适的时间 就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 其实我这么多年在外面传福音 我一对一的传福音 我一对一的传福音 我想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我想一对一的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我在一对一传福音的时候 我早期非常的害怕 我到后来我真的知道一件事情 一对一传福音的时候 他比我还紧张 你懂吗 他比我还紧张 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代紧张的人就输了嘛 对吧 那我不是说要比势力 我完全不是 可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就是讲的左口笨舌 我就是讲的结结巴巴 我就是讲的文不对题 我就是讲的错误百出 都没关系 因为他是神 我们本来都讲不清楚的 我们又不能证明 对吗 神学又不懂 可是神在不在我心里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们 有机会 我们就 把福音传扬出去 当然对台湾而言 现在就是个好时机 为什么现在是个好时机呢 因为圣诞节就是个好时机 圣诞节已经被商人炒作成为一个热闹的节目 热闹的节日 很多人吃圣诞大餐 很多人参加圣诞舞会 我们就把圣诞带到教会里面来 也是时髦的事 也是时髦的事 带他们到教会去看看 也是时髦的事 有没有生命 是路遥知马力的问题 是路遥知马力的问题 慢慢就会看出来 先听到的 不一定赢 辩论赢的 不一定赢 但是生命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抓住那个时机 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人来 来参加 我们可以讲 讲不清楚的 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三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第三点 非力有什么传福音的秘诀呢 当一个人有了服侍人 服侍神的意愿 也愿意抓住传扬的时机的时候 圣经对于非力传福音的记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这样子 我还是我念一节 请大家念一节 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小字不念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力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 下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经对非力说 你去贴心马车 这是记载 非力怎么样传福音给爱提阿伯的太监 在这里 二十六节说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力说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力说 非力是因为主的一个使者所说的话 才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路上去 到二十九节说 圣灵就对非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换句话说 这一次非力去传福音给这一个人 是谁要他去的 是神要他去的 神要他去的 在二十六节以主的一个使者的方式显现 到了第二十九节的时候 就用圣灵这一位神来对非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这段圣经我们发现 一件事情 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归纳出来的原则 就是要留心圣灵的指引 请你写下来 留心圣灵的指引 留心圣灵的指引 是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很早期就信耶稣的 而且受过训练的 我们就会受 那个思虑的影响 对不对 或者你受福音桥的学习 受无字书 毛毛虫 你用各种方式 那如果你是用任何一种传福音的方式 你都会知道 它里面会告诉我们 谁会引导我们传福音 神 圣灵会带领我们传福音的 那这件事情 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分享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有一个意愿 当我们也抓住时机的时候 我们要顺从 留心圣灵的引导 你说圣灵怎么引导人呢 圣灵会用各种方式引导人 可是圣灵要引导你 或者神要带领你 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愿意被带领 我愿意被带领 我愿意明白 我愿意了解 我愿意遵行 很多人说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 对 我知道 这是最大的问题 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 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 我们不习惯 这件事情影响我最大的 我讲过很多次 因为我是很小就信耶稣的 我也读了很多的神学 我从12岁开始 自己读神学的书 12岁开始 就开始读神学的书 所以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神学架构 以后到神学院去读书 当然神学院会教导我们 又修正很多 又调整很多 可是对于圣灵的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很清楚 或者我不要用圣灵 就是说神怎么感动人这样 我不是很清楚 第一次影响我 对于神的感动 或者圣灵的带领 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父亲所说的一句话 他在生病 得了癌症 以后 医生 第二次的开刀 出来的那个结果 是他可以活 三个月到一年 这是医生亲口告诉我的 也 我爸爸也在 我妈妈也在 我也在那边 是医生亲口告诉我们三个说 我爸爸可以活三个月到一年 那医生很准确的这样说 那说完了之后 我爸爸并不是很在意 在那一天我开车 我爸爸坐在后面说 他讲一句话 他说 他说 他说我不会在这个病上死掉 我不会死在这个病上面的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神告诉我的 神告诉我的 那你知道 我爸爸 那个时候不是一个 对神很清楚的人 可是他说 他是神告诉我的 那我就觉得 是这样的 人到了一个疾病的时候 他总是有很多的想法 是不是 他要鼓励自己 所以他就说神告诉他的 那这是我以为的 那我就问我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是神告诉你的呢 我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是神告诉你的呢 我爸爸那次回答我 让我对于神的感动 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 他说 我很清楚 神清楚告诉我 不会死在这个病上面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很清楚地告诉你 神是怎么告诉我的 清楚吗 清楚吗 他说我很清楚 神告诉我 我不会死在这个病上面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很清楚地让你明白 神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 这件事情 我当然是放在心里面 我不敢马上下结论 不过我爸爸又活了18年 而且医生真的告诉他 你的病完全好了 在7年以后 你的病完全好了 你这一个肺腺癌已经完全过去 当然我父亲后来 当然过世的时候 不是在肺腺癌里面 那样完全好了 可是这件事情 给我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神怎么感动我们 我们一定会知道 可是我们怎么告诉别人 神怎么感动我们 这个我们很难说出来 那请注意听 那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知道 圣灵感动人 这一件事情 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那当然你需要有很多的 你需要有很多的努力 那从几年前开始 我就记录这件事情 我每一次跟神的来往 我都记录下来 我都记录下来 而且我记录的时候 不是当时的记录 我都是事后记录 比如说这件事情 过了两三个月 我重新反省 这件事情神怎么带领我的 为什么我做这种反应 他怎么做 我怎么做 然后我就记录下来 我从三四年前到今年 今年我记录到现在 已经记录了 今年就八十几项 八十几项 所以我是慢慢慢慢 去累积这个东西 有一天 当我在那里祷告 我突然明白这句话 圣灵怎么引导人的呢 那为什么圣灵引导 我跟引导你 方式不太一样呢 为什么你明白的 跟我明白的角度 不太相同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经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 耶稣跟尼哥底姆 讲话的时候 他讲这一句话 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 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肉身生的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曾经在你们这边说过 请问肉身生的请举手 请放下 这么多人不是肉身生的 那我请问你 你是谁生的 从肉身生的就是 我们的来源 是从肉身的 对不对 请问我们从肉身生的吗 你要有父母 你就从肉身生的 如果你是孙悟空 那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孙悟空不是 肉身生的 他是石头蹦的 对吗 我们都从肉身生的 那如果你是日本的 陶太郎我也没话讲 他是桃子生的 可是我们都是肉身生的 耶稣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件事情讲的 当然是我们重生的问题 如果你一直从肉身生的 你没有从灵生过 你就不能重生 你就不能得救 可是这件事情 有一天 当我在想说 我突然明白过来了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们从灵生 所以我们有灵的生命 对吗 可是我问你 我们跟肉身 用什么方式 从开始聚会到现在 不要讲 就是说我讲到开始 到现在已经30分钟 35分钟了 我看看 你们都坐在这边 对不对 顶多就是打打瞌睡 昨天晚上没睡好 是不是 我讲的不够精彩 你打打瞌睡 你顶多就是这样 我讲出去的话 到你们的耳朵里面 这要从肉身 跟肉身沟通 我们可以 你可以坐在这么久 主要是因为 你听了懂国语 如果你听了 你听不懂国语 你就很痛苦了 坐在那边 你只看到我匕首画脚 如果你是耳聋的 你更辛苦了 你就完全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那除非你会读唇语 如果你不是 对不起 我这样讲 真的 我不说你了 如果这里有一条狗 它更辛苦了 它坐不住的 它要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跟它很难沟通 可是导过来说 请问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到了你的耳朵 是一样的东西吗 是一样的内容吗 不一样的 这里有录影 十年之后录影 纯正我讲了什么 可以放出来 我们有录音的 所以十年之后 有录音的 放出来 都一样 可是请问 这些话进到你们里面 每一个的内容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接收资讯的时候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以及我们的预设 如果你是一个 很不喜欢我的人 刚才你真的很辛苦了 因为到现在三十几分钟 你还在忍耐 只是因为在敬拜神 所以你就忍耐到现在 对吗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很喜欢听我讲道的人 你就说 哎呀他讲的对 其实我讲的不一定对 可是你主观认为是对的 这个叫做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我们的沟通的模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从零生的就是零 我们需不需要练习 跟神有来往 需不需要 我们今天会跟别人 用思想沟通 是因为我们练习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 那么跟神来往 需不需要练习呢 会不会误判呢 会 会误判 真的会误判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因为怕误判 就不跟他来往吗 我告诉各位 我真的 我一生最大的一个 很清楚知道神叫我做什么 就是去欧洲开始 欧华神学院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就满心相信 神会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你事后看 越看越害怕 你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 去干做这种事情 我在那边没什么认识的人 我就跟人家讲说 我要推销说 我帮你们建神学院 你脑筋有问题 我越想越觉得那些人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相信了我 我最后只有相信说是神做的 而且神 我真的 我这一辈子当中 我很少在祷告当中听到声音 就明明神告诉我 汪川升 我怎么会这样做那种事情呢 我打电话两次跟汪院长讲 汪院长就跟我说 说理长老师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都几岁了 我在这边好好的 我不会去 第三次我打电话去的时候 然后我说汪院长 我再打电话来一次 我不好意思 我再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去欧洲开始神学院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去跟郑长老讲 郑长老说好就好 你知道他是怎么搞的 他就挂电话了 你知道我想都不想 我电话抓起来就打郑长老的电话 我就跟郑长老讲这事情 我不知道郑长老那天 是不是也是吃错药了 郑长老住在下面了 现在 他就跟我说好 如果我们找到 他说好 他说如果这是神的带领 我们门训会找到新的院长 我们这个院长就让你们去开设那个工作 我就不管他三期二十一的 我就开始这个工作了 你知道越想越害怕 越往后面越觉得害怕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需要我们跟神一直来往 一直来往一直来往 今天在我们这里看到的这段圣经 在八章二十九节说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菲利说 这个是路加考证之后写下来的 那这当然是菲利讲给他听的 或者是菲利传给别人 别人讲给路加听的 到了二十九节圣灵对菲利说 这也一定是菲利自己讲出来的 或者是菲利告诉别人 别人告诉路加写下来的 但是这些我个人在跟神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很可能当时菲利那种内心的笃定 也不像我们现在讲起来那么笃定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跟神交往的一个过程 我们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位 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 我有很多的例子 我就不讲了 不讲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 我到一个人家里去住 在国外到一个人家里去住 他就跟我说 李章老 他说我们接纳你 我们接纳你住在我家里 我们在一间客房给你住 他说唯一的麻烦就是 他说我妈妈 就是接纳我的那对夫妻的太太的妈妈 他说是一个非常负面思想的人 他说我妈妈不信主 而且非常负面的思想 他又非常爱跟人家讲话 所以你在我家唯一的难处就是 他会一直跟你讲话 而且你会很累这样子 那我说没关系 都到你家里住了 反正他真的是在那两三天 他跟我讲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出 一句感谢的话 一句感恩的话 一句舒服的话 都是讲抱怨的话 连接待他的女儿 他的其他的儿女都不接待他了 都不跟他见面 都不跟他打电话了 只是要这个女儿接待他 他还不感激他这个女儿 他还不感激他这个女儿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有可能 给我妈妈传福音 他说但是如果你没传也没关系 因为多少人都传不来了 所以我们也放弃了 他真的是跟我在一起 那两三天都是讲负面的话 有一天 而且他讲话 他讲话很厉害 他讲话是不会停的 他那个逗点你都插不进去 都插不进去 而且他讲的虽然都是负面的 可是你就会一直停下去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那一天 我要去房间睡觉 他又跑来跟我讲话 就站在门口讲了二三十分钟 我都已经眼睛 站着眼睛都快闭起来了 我就站在那里 眼睛都快闭起来了 后来我就心里跟神祷告 我说主啊 我说早点休息 我跟主说 因为我没办法 我就说主啊 我想早点休息了 我怎么办这样子 后来我听到一个微小的感动 说给他传福音 我就心想说别开玩笑了 现在传福音要传到几点了 都这么晚了 都这么晚了 传到几点了 后来你知道圣灵就感动我 真的是 他说给他传福音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人家家都已经住下去了 对不对 总是做一下这件事情 我就拉那个妈妈 八十多岁 我就拉了妈妈 我说我们坐下来谈 你知道他脸都变了 他看着我 他心想说 我怎么可能坐下来再跟他聊 后来我就拉他坐下来 你知道 他就在讲话 他边讲话我边祷告 我就跟主说什么时候插进去 你知道后来圣灵感动 我就插进去 他是一句话还没结束 我从中间插进去的 因为你等不到斗点 我就插进去 我就开始跟他讲 我就讲 然后我讲一句 我就引导他讲 我讲一句 他跑掉了 圣灵真的就告诉我说 用什么话把他带回来 就带回来 就这样 带到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 他看着我 我愿意 我不相信的 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愿意相信耶稣吗 他说我愿意 我说我们来祷告 以后就陪他祷告 还让他做决志祷告 决志祷告完了以后呢 你知道我就心想说 他还要讲话是不是 后来我就说某某妈妈 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他说我们去睡觉吧 你真的不能明白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有主的使者 会对费利索 我真的相信圣灵对费利索 不然的话我们这本圣经 就可以丢掉对不对 至少把使徒行传抽出来丢掉 如果要这样的话 圣经没有集卷可以留下来的 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仍然远影向我们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 我的门打开来 我门打开来 我就心想说 他昨天可能一时兴起 就相信了耶稣 我的门打开来 他正好他的门也打开来 因为我的门对了门 我打开来之后 我走过去 我说某某妈妈 昨天睡得好吗 因为他一直跟他的女儿说 他晚上都不睡觉 都睡不着 都睡不好 他的女儿告诉我说 妈怎么会没有睡 他说我妈是每天睡到 打呼都很大声 可是他的妈妈从来说 他说他都睡不着 我那天打开门跟他说 我说某某妈妈 你睡得好吗 他说感谢主 睡得很好 重点不在于睡得很好 重点他说什么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留心圣灵的指引 感谢主 最后熟悉福音的内容 我就不多说了 熟悉福音的内容 我给你四个经文 请你写下来 熟悉福音的内容 第一 约翰福音三章 十六节 第二节 罗马书 三章 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写罗三 二十三就可以了 第三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临后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国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第四节 约翰福音 约 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们 全饼做神的儿女 这四节的经文 那你反复的思想 用你自己的话 在合适的时候 跟他说 然后带他信耶稣 如果你今天 听了这篇信息 到年底之前 你没有办法带人来 没关系 把这四节经文记起来 开始学习服侍人 留心合适的时机 看看圣灵怎么引导你 把福音传给他 我们一起起立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 满心的感谢 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愿意 从天上来到地上 在我们约定 纪念你降生的日子 圣诞节 我们想起你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恩典 我们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没有太多的辩论 在你自己的身份上面 你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复活 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众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当中 有一些木道的朋友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 都归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顺服你 可以听见你 可以享受美好的恩典 亲爱的圣灵 我们也谢谢你 因为如果不是你 我们不会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 如果不是你 住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凭据 我们不知道耶稣 原来已经为我们 死而复活 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 求亲爱的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感恩 懂得传扬 懂得成长 谢谢主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